我叫梁桂莹 现年六十五岁 我叫梁桂莹 现年六十五岁 我到北京上访 在北京马甲楼 我叫徐美杨 是西霞区 隆南街道 金安城的村民 我叫周时英 今年五十七岁 我是西霞区 西霞街道 东阳村人 我叫周时英 今年五十七岁 我押送到南京二桥以后 我们当地南京市旗下去麦高桥派所 警察桑瑞来接报案来接我们的 还带一万块钱给黑报案 我去年以后叫我签字 不签字不给回家 九点多钟到我派出所 一次这么的晚上七点半才给我回家 他们两七一三年 三月一号 西霞街道还派人跟着我和声 然后把我们的垃圾带回来了 我到江苏省高院 南京市中院 在这个途中 他用人追证我 三月六号 我到国家省望办 三月七号 我到公安部 三月八号 我到正阳几百区 为什么呢 是2009年 5月四号 我在西霞街道 亲眼看到人民的招架资料 那一多只资料 第一就是 东阳派关站 中间是房屋平面图 下面是洪林陈基地路撤进 至于十一号办法 就合成一下我们的 那个合成的 合成的号码是 一个垃圾底下加一点 静 静 静 切散 无散 再回来 我们人身失去了自由 另外 收到我们的手机 另外打了我们连垃圾 另外我们连垃圾 那个人打的人无能 有一个计划 结果二都变成一个大坝 二楼底下有一个 一个跟 我们连垃圾有一个小口鼓 那个人打的是最重的 他打我们连垃圾的嘴巴子 另外用那个 那个那个 连垃圾的 靠北竹林 给他头 给他身上刷 能就给他踢 我们这个路段 小病都没给我们刷 他还去呼救 然后当时我们连垃圾 发病的四个 他们又都不给他吃 十年 十年不到 我们给他驾到那个 二桥收费站 给我们停在一个停车场里面 每个街道 那个警察和那个 何保安交接 给钱 然后把我们分别 加上各自的 各自街道 各自派出所的警察 我十年多钟 到了我们静岸派出所 之后一直把我关到晚上六点多钟 都不肯放 我犯罪 你给我送到老改定 我不犯罪 你送我回家 我都是去北京维权 都被日子发为首的 一帮警匪 给我进行破坏 毒打 他的目的 就是他们 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他们的犯罪行为 贪污社会很严重 他说是这样的 对我做 就是想诊所 叫我放置 去北京维权 我只要有口气 我肯定会去北京 相信习近平主席 会用法制来 管制好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国家 是什么 法制政府 服务型政府 他现在给我做的 就是把对我所经营的迫害 跟我们国家的宗旨 是背道而行的 我希望有良知的 每一个中国人 都要伸出我们的元首 对我们的迫害 也要尽数了 不能让我们 继续再生到残烂 继续受到父母 我们是政府的合法公民 我们是善良的老百姓 我们呼吁生命 给我们的法律连入 吉利 江桑梁 天地民族 苦难争不舍 天地乡里民众 天地民族 苦难争不舍 天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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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民族